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除此之外 它还有一个RS版本 也就是更偏向于运动的样式 那么在前后版本很明显 它的前杠造型是跟运动版有所不同 另外它还有了两个拖车的锚点 这个也是很多硬派越野车所具备的元素 那接下来咱们看侧面 好 来到侧面 虽然说我们现在没有拿到任何这辆车的具体数据 但是老款的Traverse它是一个车长将近5米2车宽 大概2米 然后轴距超3米的体型 所以说一般来说换代尺寸会更加的大一些 那这辆车如果说在美国 你不会觉得它的体型很大 但是如果在咱们国内5米2 2米宽 这个已经是一个比较大的车了 我觉得这一代变化比较好的一点在于整个C柱部分的变化 因为老款的Traverse它整个车的这个C柱和第三排乘客侧窗部分 它是做了一个完全的隔开 那这样就会给人感觉这辆车是一个瘦长 有点皮卡感的感觉 那么这辆车它没有做一个完全的隔开 所以说显得会更有SUV感一些 而且它的车的后部更加的平 这样也会让人感觉更加的硬一点 那么继续说这辆Z71它跟RS版有哪些不同呢 首先就是18英寸的轮圈 RS版是22寸的圈配了一个公路台 那么这辆车是18英寸配了一个越野台 还有一点你能看到侧面防刮的轮煤 也是跟RS的亮黑轮煤不一样 另外它的离地间隙也要比RS版更高一些 那么我们这辆车目前是一个锁闭的状态 所以说内饰没法看 一会咱们隔着玻璃稍微看一下 好那咱们来到车板上 其实全新的Tryverse跟老板来说 整个车尾的轮廓变化不大 而且中间都有一款很宽的这种装饰板 最明显的变化在于整个尾灯 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另外在整个后包围部分 你能看到它有一个双边共四出的排气 这个在老板上是没有的 那么因为我们这辆车门是锁了 所以咱们没法开门看到它内饰 但是我觉得这一代整个的变化 是相比老一代有了非常大的提升 整体你能看到它的设计是更加的现代化 采用了一个连屏的设计 仪表是11英寸 中控屏的是17.7英寸 而且跟老板有很大的不同的是 它使用了怀挡来替代了原来的这种 传统的机械挡板 那么正因为这个改变 也能够让它在中控部分 腾出更多的储物空间上下 做了一个分层的设计 有更加好的实用性 那动力部分 全新的TRAVERSE使用了2.5T的四缸发动机来替代 原来老TRAVERSE 3.6升V6自然吸气发动机 不过目前咱们国内是没有2.5T的这套动力 那么这套动力会不会随着TRAVERSE的引进而来到国内 现在咱们拭目以待